中文字幕志愿者 虽然警长并没有直接了当认定后妈的共犯角色 却不否认她试图隐匿证据成了左右案情的关键 而后妈雇佣的前任律师安立奎 在第一时间声称防弹背信是万圣节变装道具 则有说谎嫌疑 上哪比警长与代保留博在案情扑朔迷离之际 律师邱长脸书又发言 直接爆料孙安佐精神鉴定结果精神不济 联邦层级不介入调查 最终会直接遣返回台 关于精神鉴定的说法和警长似乎不同调 尽管照警长说法如果孙安佐真的有心理问题 的确有机会被送回台湾 只不过连负责承办孙安佐案件的警方 对精神鉴定结果都无可奉告 在官方说法出炉前 一切都只能算是猜测 三星新闻综合报导